总裁错上车,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00集 绿茶表 顾小姐,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交朋友的? 那个夏默之前跟总裁在公司里闹过绯闻的。 他之前在总裁身边开车,还带了一个女儿。 公司的人都在传,那个女儿是总裁的女儿,你要小心她一点。 小凡劝起了顾潇潇。 他说,这顾潇潇是千金小姐,心思单纯。 夏默那个女人不过是个打工妹,绿茶表,还没有她试不出来的手段。 如果这次,她跟顾潇潇也成了朋友,夏默跟自己关系那么差, 在顾潇潇面前说一下她的坏话,那她想盼着顾潇潇飞黄藤塔的梦也就破灭了。 小凡这么一想,心就更加慌了。 是吗?韩宇哥哥说她人还不错的。 顾潇潇一边打着字,一边化着妆打扮了起来。 她就是故意要让小凡有危机感。 她有了危机感,才更有可能对夏默夏狠手。 她现在可不能亲自对这个女人下手。 让韩宇哥哥知道了,她连待在韩宇哥哥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们都让她的外表所迷惑了。 这个女人外表柔弱,心思可是不简单的。 要不然今天牧总也不会亲自到会议室支持她,否则我也不会输到。 小凡继续说,而且我听我的同事说,夏默的那个策划案很有可能是宋助理做的。 之前韩经理要给夏默降职的时候,就是宋助理拿总裁押韩经理,所以才争取来的这次比赛。 但是,小凡多少觉得今天自己输了策划案的比赛,所以顾潇潇才对她冷淡了下来。 但是夏默今天应该也不算光彩。 她那策划案也不见得是她自己写的,而且今天总裁还过来帮她了。 要不是总裁在那么多人面前嫌弃自己的策划案,自己今天也不会输的。 顾潇潇看着小凡发过来的消息,目光无比的阴露。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那她现在的目光就会是像一把刀,一样直直地往夏默的心脏插过去。 顾潇潇没有回小凡的消息,她的手正忙着化妆,化好妆,准备出门。 小凡这时,又给她发了一张穆寒雨站在夏默面前的照片。 他们站得那么紧,紧得几乎脸都快要贴了上去。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那现在,则是几乎要把夏默千刀万剐了。 顾潇潇连忙叫了司机,然后上了车。 小凡发的那个电影院,是逼是最好的电影院,顾潇潇自然认得那是哪。 她让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开往电影院,然后拿起手机给小凡回了消息。 顾潇潇说, 比赛要光平才行,你说的话也要有证据,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哦,要不然你就让你们的韩经理帮你们调查清楚。 韩晶晶之前听自己说的那些话,肯定心里是不太喜欢夏默的,如今让这个小凡去天牛加醋一下。 其实小凡这个蠢货,没有办法赶走夏默,但是韩晶晶就不一样了,她是有能力的。 顾潇潇目光里的灵力一闪而过,就先让她得意一阵子。 这段时间有多甜蜜,到时候离开就会有多痛。 像韩宇哥哥这样优秀的男人,身边偶尔有女人也是正常的。 但是,韩宇哥哥的老婆只能是她。 小凡看到穆总直接走到夏默的面前,已经够惊诧的了, 愣了一下,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给顾潇潇。 看着顾潇潇给她回的短信,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明天应该想个办法告诉韩经理这个事情。 然后抬头,就看到穆总拉着夏默跑进了电影院。 惊得小凡都忘记要拍照了, 等她回过神来,已经不见了总裁跟夏默的身影。 这一定是幻觉,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小凡看过夏默的那张电影票, 是包厢的VIP票, 所以自己就算买了张电影票,也一样进不去。 小凡想着,给顾潇潇发了一个消息说, 顾小姐,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他们已经进去了,这顾男寡女…… 小凡留了很多省略号, 顾潇潇的眼睛已经几乎要喷火了。 她忍着心中的怒火, 假装轻松地语气说, 没有关系,我相信韩宇哥哥的, 我这边有点事,我忙完就过去了。 顾潇潇想了想,又提醒了小凡一句, 你也不要在那里待着了, 如果韩宇哥哥知道你偷拍他的照片, 他会生气的。 牧总生气,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小凡当然明白顾潇潇提醒的对, 慌忙地发了一句, 我只是刚好路过看到的, 我现在就走了。 小凡回完顾潇潇的消息, 关微信之前, 又看到微信里艾米发来的消息。 艾米早上给她发了好几条, 问她早上策划案比赛结果怎么样了, 小凡一直没有回复她, 这下瞥了一眼, 还是没有回她。 她收起手机, 一口气把点的咖啡都喝完, 然后就离开了咖啡馆。 随后,顾潇潇来到了电影院。 在播的包厢里, 是一部爱情片, 还有一部是儿童电影,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男童的电影。 顾潇潇买了一张爱情片的VIP票, 然后静止地往包厢区走了过去, 她不知道在哪个包厢里, 只好一个一个包厢地找。 在包厢里的夏末, 想着中秋过后, 她跟穆罕宇就要彻底地撇清关系, 她的心就特别地难过。 很多事情到现在, 她依然不想跟她解释, 可是夏末却有特别想知道的。 这次, 她看到穆罕宇投过来的目光, 她没有撇开脸, 而是直接对上了她的目光。 如果今天不问, 或许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来问清楚了。 她抿了抿唇, 故作轻松地开了口。 那天我送咖啡, 在进你办公室之前, 你就知道小糯米是你的亲生女儿了吗? 穆罕宇漆黑深邃的黑毛定在了那里, 如刀削般的轮廓, 微微紧绷了起来。 她没有想过她会问这个问题, 她以为告诉小糯米, 小糯米也一定会告诉她, 而且她也见过那个亲子鉴定的证书。 她应该很清楚小糯米是她的亲生女儿, 他们是一家人, 这件事就告了一个段落。 她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瞒着她, 她提醒过她很多次, 小糯米是她的女儿, 只不过她自己始终不相信而已, 是她自己想不起来, 她那么地想让她想起来, 或许是因为挫败感。 她跟她待在一起一整晚, 她怎么能说忘记就忘记呢? 她完全记不得她, 哪怕一点点。 甚至回到原来那间屋子的时候, 她还是想不起来, 她那么想让她自己想起来, 证明自己在她心里, 其实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存在感的。 其实那伙儿的自己是在意她的, 所以才会那么想要逗弄她, 也才那么地想让她自己想起来些什么。 看到愣在那里的穆寒雨, 夏末的心又沉了沉。 还是更早。 穆寒雨从愣神中回过神来说, 不是。 夏末继续盯着穆寒雨看, 好像穆寒雨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她就会一直这么看着她。 穆寒雨拧眉想了想, 是在你让我救流露的那个晚上, 弄蜜叫我爸爸, 而我不反感, 反而觉得清静的时候, 就萌生了想要做一下亲子鉴定的想法。 穆寒雨抿了抿唇, 低沉性感的嗓音, 懒洋洋地想起。 从没有谁给过我那种感觉。 她叫我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觉得想要去抱她, 想要把她护在自己的心卡上。 她像是在说小糯米, 又像是在对着面前的女人说的。 夏末听到她对小糯米说的那些话, 突然觉得那些您受的那么多的苦, 也就没那么苦了。 她想过无数次跟糯米爸爸相遇时候的场景, 有好的, 也有坏的。 例如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她不想要小糯米了。 虽然也存在过那么美好的愿望, 如果她没有家庭, 或许她们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给小糯米一个家。 但那毕竟是设想, 是愿望。 不过, 现在的结果也不算太糟糕, 她只是不爱她, 但她还是爱小糯米的。 她刚刚在说, 对小糯米感觉的时候, 那么温柔, 那么留恋。 也许那就是父女怜心的感觉。 穆海宇的声音清冷, 却不似之前说话那种冷冽, 而是淡淡的, 带着柔情似水的感觉。 夏末从不怀疑穆海宇最小糯米的感情, 她对小糯米是真的好。 这时候的夏末, 其实没有觉得一定要把小糯米留在身边的。 她心里觉得, 如果穆海宇能给小糯米一个家, 而小糯米又愿意留在穆海宇的身边, 她愿意做这样子的牺牲。 因为, 父母没有在自己身边的苦, 没有一个家的苦。 那样的苦, 夏末是亲身体会过的, 心里太苦了。 夏末不愿意小糯米跟着自己过那么辛苦, 而她也会在小糯米学校的附近找一个工作, 这样她也可以经常跟小糯米见面。 这样的小糯米就有了爸爸, 也有了妈妈。 但是如果小糯米愿意跟着她, 夏末当然也会义无反顾地把小糯米带在身边。 穆海宇要是有空, 也可以过来看看小糯米, 只要她们之间可以和平相处, 那便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你就去做了亲子鉴定? 夏末问。 此刻夏末的眼神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疏离, 穆海宇就流露, 是在她已经把衣服借给她的那个晚上。 所以那天穆海宇叫她进去换衣服, 并不是因为小糯米才故意策划的。 穆海宇看到夏末柔软下来的眸光, 她看向夏末的眸光, 也变得温柔了起来。 她难得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情伤, 她似乎很在意,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小糯米是她亲生女儿的。 难道夏末是以为, 自己是因为知道小糯米是亲生女儿, 所以才设计的她? 她没有, 她当时看到她蹲在那里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帮她, 行此而已。 也许是第一次在车上的时候, 她就已经看上她了, 所以才又会找借口再一次去搭了她的车。 就算没有那一天她送咖啡上来, 也许她还会第三次再找借口去搭她的车, 她就是明白得有些晚了。 我是在你住进来穆家庄园的那一晚, 才去做的亲子鉴定, 在这之前, 我不知道糯米是我女儿。 穆寒宇说, 她这话不只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还把她心里渴望知道了问题告诉了她。 她是在夏末住进穆家庄园之后, 才去做的亲子鉴定, 所以当时, 她是有怀疑小糯米是不是她的亲生女儿的。 所以, 夏末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脑袋抽了, 竟然把自己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经常播种? 要不然怎么会看到一个女孩子叫自己爸爸, 就怀疑是自己的女儿? 那肯定是经常在外面跟女孩子做运动, 播种,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怀疑。 想到这里, 夏末的心口突然就有些堵。 也对, 要不是这样子, 她也不会在自己醉酒的时候要了自己。 播种? 沐寒宇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夏末看着沐寒宇疑问的表情, 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漏了嘴, 她脸微微一红, 然后脑袋里竟然闪过她跟其他女孩子的画面, 接着就闪过了她跟自己的画面, 然后脸突然更加地红了起来。 天哪! 夏末连忙把脸看向了电影屏幕, 可是老天爷好像故意跟她作对一样, 电影的画面那一边, 男主把女主逼到了墙角, 然后壁咚。 这个画面好像也是有点熟悉的。 夏末这个时候的脸更加地红了起来, 吴寒宇看着夏末娇羞的表情, 才明白过来刚刚夏末说播种的意思, 就是说她在外面乱播种子, 然后才会听到小糯米叫她爸爸的时候, 觉得她是自己的女儿。 她怎么就没有看出她平时的脑袋这么清奇? 夏末看着电影屏幕的画面, 又想起之前她把自己逼到桌角边, 然后接吻的画面。 这电影真的合适那种情侣来看, 但是它们不是情侣, 而且她刚刚还说出了那样的话, 气氛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诡异, 不只是一丝丝, 而是真的好尴尬。 穆海宇看到她娇羞的样子, 性感的唇角向上勾了勾, 露出了一个斜色的俊脸。 你还没告诉我, 播种是什么意思? 穆涵宇姿态闲散地坐在那里, 一副认真求学, 不止下问的样子。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